一个人的高贵 从来不是因为你有多少财富 而是源于内心的涵养 一个人的修为 不在于你穿多大名牌的衣服 身份是何等的高高在上 而是来自做人的品德 古人云 与人为善 与己为善 与人有路 与己有退 善待他人 就是善待自己 关于什么是高贵 作家梁小生的回答 是最让人欣赏的了 有以下四句的概括 直根于内心的修养 无需提醒的自觉 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 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根植于内心的修养 蔡根坛 处事让一步为高 退步即进步的章本 待人宽一分是福 利人是利己的根基 真正有修养的人 遇事都会退让一步 因为让一步 就是为日后留下了余地 以仁德宽厚的态度 待人 才是有福气的人 因为与人方便 就是与己方便 关于左宗棠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他很喜欢下围棋 水平还挺高的 在一次 左宗棠 微服出巡的时候 看见有一毛草屋 横梁上挂着一副牌匾 写着天下第一骑手 左宗棠心里 很是不服气 想要与主人一决高下 下了三盘之后 主人都输掉了 左宗棠大笑说道 你可以将牌匾卸下了 之后左宗棠 大摇大摆地走了 没过了多久 左宗棠班师回朝 恰巧路过此处 左宗棠很好奇 这间茅草屋的牌匾 是否还在 走近一看 牌匾还赫然地摆在那里 左宗棠随即走进房间 与主人又下了三盘棋 这一次 左宗棠三盘都输掉了 左宗棠很是惊讶 问主人到底是为什么呢 主人答道 上回您有任务在身 要率兵打仗 我不能错您的锐气 如今您已得胜归来 我当然全力以赴 当仁不让了 真正的高手是能胜 但不一定要胜 能赢 在有些时候选择不赢 这就是植根于内心的修养 和有修养的人在一起 就像聆听一曲舒缓的音乐 品一杯醇厚的热茶 让人很舒服 无需提醒的自觉 真正高贵的人 一定是一个自觉的人 孔子说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自觉是不需要去提醒的 只要人们都能做到 将心比心 想方设法地 替别人着想 就会有自觉的行为 在马路上 见到垃圾 自觉捡起 在公交车 见到老人 自觉让座 上车买票 自觉排队 别人输密码的时候 自觉回避 这让我想起了一次 特别的经历 恰逢周末 我与华人朋友相约 一起去澳大利亚 雪梨周边海域捕虾 每次把网撒下去 总会有收获 可是每次把网拉上来之后 我的朋友总是要挑挑拣拣 将大部分虾蟹 扔回到海里去 我很是不解地问道 好不容易才打上来的 为什么每次 都要扔回去一些呢 我的朋友答道 在澳大利亚 每一个出海的渔民都知道 只有符合国家 相关部分规定尺寸的鱼虾 才能补捞 我怀着敬意地回他 现在离监管部门 这么远的地方 谁也管不到你啊 在澳大利亚待久了 你就会慢慢知道 不是什么 都需要别人来提醒 督促的 朋友的回答震惊到了我 顿时感觉很惭愧 想想我们有多少时候 能做到不需要别人的提醒 就知道时刻 简点自己的行为 这则故事 大致告诉了我们 什么是人文 人文就是一种 能设身处地 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一种无需提醒的自觉 它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存在于人和人的关系中 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 自由和约束 是一对双生子 所有自由都生于约束 没有约束的自由是放纵 有人说 想吃就吃 想睡就睡是自由 想做什么 就去做什么是自由 想不工作 就不工作是自由 这些都不是自由 而是本能 真正的自由 不是你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而是你不想做什么 就不做什么 美国是世界上 最自由的国家 但是处处又充满了不自由 比如在大街上 拿着打开的酒瓶 是违法的 孩子哭闹不听话时 家长打孩子是违法的 在办公室讲黄段子 是违法的 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约束 才造就了美国的自由 俗话说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同样每一个人 都应该懂得约束自己 约束自己的情绪 脾气 一个不懂得约束自己情绪的人 是情绪的奴隶 永远会被情绪牵着走 戈德说 一个人只要宣称 自己是自由的 就会同时感受到 它是受限制的 如果你敢于宣称 自己是受限制的 你就会感到 自己是自由的 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曾子曾说 人而好善 福虽未至 祸其原矣 如果人们乐于做善事的话 福报虽然还没有到来 祸患却已经远离了 有这样一个瞬间 是让人心生敬意的 一对农民工夫妇 刚从工地工作回来 两人的鞋上都沾满了泥土 于是丈夫在门口 小心翼翼地脱下鞋 光脚走进去买东西 妻子则站在门口 不好意思进去 默默等待着丈夫 博家秋曾说 贫穷不会磨灭一个人高贵的品质 纵然你衣衫蓝绿 满身泥土 骨子里的教养 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却也让人肃然起敬 善良是能体会到 每一个人的感受 以温和的态度 体贴的话语 关切的目光 带给别人的是温暖 是舒服 在前段时间 北京地铁上 有一个男生 一直在专注地玩游戏 当一位坐着轮椅的乘客进来时 他很自然地用手抓住轮椅 又用脚卡在轮子下 整个动作像是下意识地完成 很流畅 几站过去了 一直都没有松手 有时候善良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伸出一只手 一只脚 别人就多了份安稳的保护 凡是你对别人做的 最终都是给自己做的 生命是一种回生 你把善良给了别人 从成员来看 都会回到自己身上 请一直善良下去 只求问心无愧 不计较得失 巴尔扎克说 一夜可以产生一个爆发户 三代培养不出一个贵族 所谓高贵 就是不管你的出身和背景 都去努力做个更好点的人 农民工担心自己弄脏地体的椅子 坐在地上 是高贵 小女孩像给自己让路的汽车 鞠躬并说声谢谢 是高贵 在公交车上主动搀扶老人 并给让坐 是高贵 你的心高贵了 人生也就高贵了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